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敬流金岁月 开心麻花演员 玛丽 艾伦 长远 携手沙翼 大张伟 组团踢馆 大老师 怎么就混进开心麻花队了 因为我是开心麻花的观众 我是开心麻花的粉丝沙翼 与王牌家族火热竞争 你对标谁啊 小头 所以你要对标我们这儿花花的 花花肯定不敢 既然是对标 咱们现场标高音先试试 我的老家 就在这个腿 我的老家 就在这个腿 我的老家 我的老家 就这么招吧 有请本期的总关注赵忠祥老师 倪平老师 观众熟悉的春晚老搭档赵忠祥 倪平 作为总关注 惊喜登场 大家好 当春晚精彩片段 遇上王牌传声筒 还有一个是这个 回来 当点滴瞬间变成趣味问答 春晚历史上的第一个镜头是谁呢 我们春晚没玩过这个 几十年的欢乐汇聚成记忆的罕阳 就在今晚王牌对王牌陪您一起 一春晚过大年 春晚我们记忆当中 二位真的最佳的形象代言人了 只要看到二位出来真的每次都感觉在看春晚一样 是吧 好 两位老师 选择一队加入吧 我当然王牌 王牌加部队 我们要胜利 当然 当然 如果不胜利我们也不哭 对 现在两队都已经各归其位了 今天晚上呢 我们将争夺的是 蕴含无数春晚人智慧的春晚金话筒 本期挑战共有五关 每关胜出队伍将获得金话筒选择权 最终选出正确金话筒 并顺利唱出难忘金销的队伍获胜 而选择错误的队伍将会受到惩罚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两位老师 是总关注嘛 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关 守护的王牌是什么 众口相传 第一关两位老师守护的是众口相传的王牌 那游戏呢自然就是我们的经典的传声筒游戏了 那这样啊就从我们的王牌家族队开始好了 好 郑老师今年多少 77 第一轮是动作传声筒 以动作来传递有效信息 反正我们现在在等看赵老师的笑话 不是 这我这我这么大岁数你看我笑话 我答对了是不应该的 答对了 好来有请王牌先生 那妈呀 这咋眼啊 给大家看看 奶娘说了 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找个勤快人 这还真挺难啊 好第一轮挑战开始 死 睡 躺 死德性 看 过 嫌弃 谄媚性感 美哥你干嘛呢哥 照镜子 这不可能猜出来 对我觉得太难了 第一个字 躺 困 迷惑 好 她靠的那妈 我没猜出来你别催我了 道炊老师 你要是为难我 我就让你看看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 点头干嘛呀 点亲 点亲 还点赞呢 好 下一关 我怎么演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找着对谁 等会儿 我没说开始 你少开始 哎 好 开始啊 嗯 扶我回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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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字 这叫暗送秋波 老师对不起 真对不起 那个腾哥跟我的 就是那个 还有一个是这个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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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哈哈哈哈 这是他刚才演的 哈哈哈哈哈哈 对不起老师 哈哈哈哈 我是他我演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个传递 第一啊 你听我我讲啊 就是他让我趴在这 待会儿你得趴在这 哈哈哈哈 就像卧火一样 爱卧 卧在地上啊 然后起来 你快快快 我回来给你一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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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没了吗 还有吗 没了 没了 就是三个动作 三个动作 对对对 最后一关 第一个 睡 睡这是什么 这 这是三个 什么 睡 战 亲 刚刚已经有一个字是对的 时间到 来小彤往前往前 我给你一个友情提示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春晚上的节目的名称 那这是哪年的春晚 这就不能再提醒了 因为每年春晚经典的节目也就那么二三十个 最后一个字 亲 对 来 就亲 可以了 可以 能猜出一个字就行了 赵老师能知道这个吗 就您的判断 哪个节目 相亲 相亲 不是四个字吗 四个字 躺着相亲 懒汉相亲 一九八九年春晚经典节目 滥汉相亲 宋丹丹的 赵老师能说的 听音长当中做介绍 这人肯定错不留 哪就来了 欢迎 欢迎 宋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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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丐 averaging 是酒肥至今未婚 这个小子特别聪明 说得比我还好 但是我也有一点功劳是吧 太有功劳 值得五块钱了 值得了 好了 王牌家族队 第一题答对一个字 来 换一下位置 不错不错 对对对 赵老师你不在的时候 我们每次一个字都猜不出来 不是 我那个说了四个字白说了 就是彰显您的厉害 但是不算分 但是赵老师能猜到 这是绝对观众想到的 没错 对 这也太难了 我看你们组要没有赵老师 绝对垮台 对 太难了 好 来 王牌队请派人 请王牌先生拿上 你们要面对的字 这还可以 这跟我很有关系的这个 李神和李汉子 我和男友去吃饭 他喂我我都太羞了 我和男友去吃饭 还没喂呢 我吃完了 李神和李汉子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这个我就可以猜出来了 对 这个没事 这个可以卡在 倪萍老师那儿 好 挑战开始 是 睡过去了啊 吓 吓我一跳 秀发 搁几个字啊 搁 五个字 五个字 字都错了 好 秀 秀 秀 发 走 插 插 汤姆和杰瑞 庄 庄 庄 哥 健 健壮 男人 威武 惊吓 庄 美 美 算了 哥 我这谁来了 抓紧时间好吧 大哥 四个字 没一个十字 我也不知道 我就做 你猜 妩媚 第二个字 走 走肉 行尸走肉 行尸走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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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鬼啊 哈哈哈哈 我就是重复 啊 行男 哈哈哈哈 啊 行尸走肉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厉害了你们这 猜对了 哦 女行尸走肉 女行尸走肉 哈 神经病狂语 最后一报 大老师能猜对 大老师 那啥呀 大张伟 你说 嗯 春节快乐 十年级想的发财了 呀呀呀呀呀呀呀走在走进行车展 哈哈哈哈哈哈 我把青春献给你 哈哈哈 几个字一共 五个字哦 第一个字洗 第二个字走 第三个字快走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四个字乐 哈哈 完了这叫 完了 答案 答案是 答案是什么 我肯定知道 当然 那是不可能的一点事 然后因为我没有看明白 一共五个字 首先呢 我想问一下全场所有观众 几个字 六个字 六个字吗 女神和女汉 六个字 马 这太不识数了 第一个字是 贾铃 这就是胖 第一个字是喜 对不对 贾铃演的小品 贾铃演的小品啊 这贾铃和什么 我看过贾铃那个小品 贾铃和真铃 答案是 贾铃和好吃的 应该是 可以吗 我不知道 如果把你放第一个 女神女汉子怎么演 那我就指那边吧 女神和女汉子 就是这样 好 来 两队 好 来 行 恭喜 恭喜啊 你们那堆缺人吗 你这个汉兔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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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去的 我得把杀艺送去 好 好 好 拖咱们后腿 好了 接下来传声筒 又要升级了 变成了台词传声筒 而且呢 每一轮都会有 惊喜的嘉宾 他们有的是春晚的常客 有的是春晚最为热心的 观众朋友 赵老师应该玩这个游戏 特别特别厉害 因为赵老师主持春晚 那么多年 一次小错误都没有发生过 这充分考验了 在春晚这个舞台上 主持的一个功力 以及传达信息的准确性 我插你一句了 我们春晚没玩过这个 没玩过 你马上才好玩呢 我不像你一般 好了 让我们掌声欢迎 朱世茂老师 王牌关注 神飞扬 超大广角控拳场 Vivo王牌对王牌 好帅 看你过不成 朱世茂老师 加入王牌家族队 来 鹏哥派人呗 这轮得带上朱世茂老师 我在哪儿 茂哥在这儿 第三个 我在这儿是吧 您在这儿 OK 很关键的位置 怎么安排的 每次佟哥都是第一个 这个能力确实强 那不毁了吗 我的妈呀 佟哥 我在底下看 我才发现 我平时跟小佟 站在一起的时候 腿得显得多短 小佟的腿说实话 也就我站旁边拼一拼 爸 你别提裤子了 你背着了 咋的 说腿的事 还不太那个 哥 真是奇怪 你腿跟小佟 就是差不多 但上身高 是这么大截的 上身长 知道我要说什么 上下一般长 腾哥真厉害 腾哥过来看一下片段 对着片段言 带着情绪 片段走起 错 我 我刚钓海里了 然后你打鱼 你救了我 姐要请你吃饭 对了 我叫小庄 你叫什么 我叫小庄 小庄 嗯 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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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吗 OK 明白 第一棒完全无压力 对不对 重点是演绎出那种 神情和状态 以及交流感 传递 开始 我 两个人 嗯 坐 坐 坐 我 我 刚才钓海里了 你打鱼 你 你救了我 姐要请你吃饭 对了 我叫小庄 你叫什么 嗯 我叫小庄 鱼 那么 我做什么 你 你是要 我们说 加纳 看 什么 什么 operations 小庄 老师 开始了两个人 坐 你刚才打鱼你救了我 姐姐吃饭 我叫小庄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哇 好棒 你叫拉布拉卡 你叫拉布拉卡 全队 再来一遍 坐坐 坐坐 我叫拉布拉卡 拉布拉卡 你打鱼你救了我 你救了 姐请你吃饭 姐叫小庄 你叫啥 拉布拉卡 你叫拉布拉卡 拉布拉卡 时间到 姐 不能再来了 哦 不能 坐坐坐坐 我是小庄 我是小庄 你是谁 我是 我是阿布拉卡 阿布拉卡 哦哦哦哦 姐姐姐姐姐姐请你吃饭 小阿布拉卡 阿布拉卡 我是阿布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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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我不我不你做 你做我不我我站起来 你你你你 姐姐请你吃饭 哈哈哈哈 我卡跌了 哈哈哈哈哈哈 赵老师应该玩这个游戏特厉 赵老师应该玩这个游戏特厉害 赵老师主持出卖那么多年 一次小错误都没有发生过 你做你做你做 我是小张 我是小张 阿波罗布伦卡 是吧 我是我是阿波罗卡 我是阿波罗卡 阿波罗布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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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什么 阿波罗布伦卡 阿波罗布伦卡 四句 小张请你做 阿波罗布伦卡姐请你吃饭 阿波罗布伦卡姐请你吃饭 阿波罗布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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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 我是小张 我是小张 好 时间到 来 哈哈 到前面来 记住了多少句 演出来啊 带着带着那种状态 情境 人物关系 我本来记得你 一跟我讲那么多话 我又忘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来来 你坐你坐你坐 呃 我是小张 小张 姐请你吃饭 我是张姐吗 张姐请你吃饭 张姐请你吃饭 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就是你你坐你坐你坐 姐 我是小张 我姐请你吃饭 哎呀 姐我不做我不做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嗯 然后我就说 哎呀 没事 来姐家里随意 哈哈哈哈 花花经历了这些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那么想去姐姐家也做呀 嗯 没词了 姐给你做好吃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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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饺子有什么 你吃什么吗 哈哈哈哈 然后过大过年的 进入了过年的 进期非常好 对吗 哈哈哈哈哈哈 对然后 如果你要是 没有好吃的 姐带你去那个 卡扫布兰卡 去再吃一顿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看我们花花 求生欲多强 哈哈哈哈 挺能憋呀 花花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终对了 两句 好 来 回答好啊 完全演绎了 另一个故事 接下来这组 我们派四位啊 我们也把参与 这轮互动的朋友 请到台上来 欢迎她 哇 好可爱 来 我们请 黄牌女郎 把长远要读的 这段词拿过来 麻烦你 进入角色当中啊 首先这是一个群戏 好 来来 传递 开始 进入角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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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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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干嘛 打架 悠然吗 什么 我是来打猎的 悠然吗 我是来打猎的 你别着急 我还没说完 你 都给个棍出来 出去 来者何人 旁安 鱼为名 哎呀 白眉大侠 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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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 在下吕清城 几个人这是 请刺笑 哇哇哇 哈哈 来者何人 你是不是来打架的 然后说大哥 你是谁 我是白眉大侠 说白眉大侠 您来这干嘛了 我来这儿 给你打猎来了 然后咱们两个人 能够在一起 永远的相随 小朋友你好啊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古书函 古传 古书函 古书函啊 真棒这名字 你本事时间有限啊 不开始啊 我知道了 你是来干嘛的 是来干嘛的 你是来打猎的吧 你是来打猎的吧 那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这里 这里东西很多 你使劲打 这里猪很多 你使打 咱们俩会快快乐乐的 后面是什么 我是鱼白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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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错了 哎呀 我没给孩子说清楚 好 最后一棒 我们来这里打猎吧 这里猪很多 用什么石头的 绕什么 什么棋 我是鱼白眉 鱼白眉 西白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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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文化 这就完了啊 妹妹 啊 听听玛丽最终得到了 怎样的台词记忆 悬晕 咱们打猎吧 那个猪挺好吃的 把猪宰了 让张姐包饺吧 张姐去吃饭 有饺子 有什么你吃什么吗 猪 棋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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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牌室遇见张姐 遇见张姐之后包饺子 遇见张姐在那打麻将包饺子 张姐张神热火 一共对了两个字 好 来 呼唤一下 哎呀 沙姨你不上场 我们不行啊 沙姨哥看来责任不在你 对 好 接下来王牌家族队 派四人出战 走 好 我们看看这一轮加入到王牌家族队的成员是谁 来 欢迎她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您好 来 这边请 跟大家也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介绍一下 对 我是杭州人 杭州的朱大姐 朱大姐 看到你 看到赵老师 朱老师 还有一个你老师 都是活的了 本来都是电视上看到了 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您今天是在第几帮 第三帮吧 压力大不大 姐姐 好的 加油啊 跟他们开心一遍 好 都戴上耳机 来 好 我们边看片段边顺这个词 好不好 来 播放片段 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 报花名准备一下 那还要准备 那不就伸手就来呀 哦 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 六夜六 看不笑 春打溜九头 真没想到 您唱了这么几十年 还是这个老青老店 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城市化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 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 不能是那个样子 应该是这样 六月六 六月六 六月六啊 六月六 我看过这个 看过啊 看过这个 对 得有爆发力啊 传递 开始 那这么久 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 报花名准备一下 哪还要准备 那不伸手就来呀 春季里开花 十四五六 六月六 看 看不笑 哦哦哦哦 哈哈哈哈 春打溜九头 这有点复杂的这个歌 停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 还是这个老腔老调 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城市化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 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 不能是那个样子 应该是这样 六月六 六月六 六月六月 六月六啊 六月六 再来一次 六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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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来这儿了 你从头再来一次吧 先 现在请您把 哎 哎 哎 哦 哦 哎 准备 哎 五年好啊 五年好啊 啊 这个 呃 你把你呃 呃 会的那个凭剧再拿出来吧 啊 啊 哈哈 啊 好好准备一下 我我这唱这么多年了 我还有啥吗 准备的 我随便我唱啊 我就是老姜老健的 哈哈 哈哈 啊 啊 春 是六月六 春打六九头 什么 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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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哎 哎 那你来点劲爆点的吧 啊 劲爆点的 六六六 六六 六六六六 6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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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6月6 6月6 就是在 赵老师唱过的 这个赵 赵什么老师唱过的 6月6 好不好 你看好不好 阿姨就是 全是演的吗 这全是词吗 传了不是挺准确 好了 阿姨在满院上家 怎么 阿姨还有啥 还有啥 还有啥 6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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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快 最后一棒 就好了 6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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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缠的不是很整气 缠的不是很整气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缠的不是很整气 6月6啊 6月6 有一首歌是谁唱过的 就六月六 你好 我知道 阿姨厉害 阿姨厉害 阿姨没毛病 重点是上一棒的问题可能 这个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知道这个是 真的吗 如此包装里的 可以啊 春季离开花 十四五六 六月六我看鼓秀 我春打六九头 这么包装我简直太难受 我张不开嘴 我跟不上六 你说难受不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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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赵立荣老师 还有个这个贵的 瘦 你觉得是传了一整首歌 怎么了我自作聪明了 你没登大到没有 你是话舌天足了 你就演了个 应该演的片段的一个尾巴 之后你就往后演去了 腾哥 你们演的可就只有六月 我跟你说 你埋怨腾哥是有道理的 他连六月六都没传对 他传的是六六六 我对了很多吗 是吧 对了两句 但总体不错 他们就对俩字 刚才那个对吧 对 最后的成绩 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 接下来这关 二位老师想考验一下 我们对于春晚的什么呢 跟春晚有关的支持 好的各位 本关嘉宾 王牌嘉宾 沈飞扬 超大广角控拳场 Vivo王牌对王牌 本关嘉宾 王维联老师 欢迎他 王维联老师 参与了十届春晚 怒后导演策划的工作 欢迎王老师 你们找我来 你们找我来 其实挺对的 因为我是最了解春晚基层的事 其实我看见你姐呢 我刚才差点没控制得住 因为我第一次走进春晚 带着我的那帮山里娃孤儿 在梅迪亚的大厅 第一个看见的大明星 就是倪萍大姐 对对对 当时倪萍大姐看着我那群孩子 连转门都进不去 在那个转门里转哪转哪 最后就把倪大姐的眼泪 转出来了 从此以后倪大姐 就跟我们一起 关心那群孩子 现在他们因为上了春晚 很多孩子已经非常出色了 是 每一年春晚有那么多人 在台前幕后忙碌着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一一把他们请到现场 所以今天呢 就由王导来成为 下一关的出题人 在下一关 您将守护的王牌 将会考验我们的 又是什么呢 应该是 家一户晓 家一户晓 游戏规则 家宾户晓 嘉宾王薇念出题 两队抢答 答错或者对方答对呢 需要接受临水惩罚 接受惩罚的队伍 可以有机会获得 从特定装置中弹出的雨伞 惩罚较少的队伍获胜 并且获得一次 选择金话筒的权利 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第一轮怎么玩的呢 揭歌词 我 我就尽管抢啊 然后你打 我是肯定接不上来的啊 哥 打不上来怎么办 打不上来就错呗 那我们要是 完了不会唱 你唱呗 我关键 我也不是 都能不能记住啊 在我心里你是神 所以你的心里 也是有时候 有问题是吧 对 王老师 请给出第一首歌曲的 相关信息 这首歌曲呢 是当年春晚上特别火的一首歌 完了当年的 它出现了两个字眼 过去在电视里是不能说的 就是屁股 这首歌呢 它直接唱出了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健康歌 范小萱 一九九八年 戴上了春节莲花晚配 哦 哎不是这个 这是我爱洗澡 哦哦哦哦 哦不对 左三圈右三圈 屁股尿尿 屁股尿尿 会吧 他他跟我们不是一个 我们也不是一个时代 哈哈哈哈 装神 早六说 请听歌曲 可以按吗 不能 可以 不能 咱 most like me шей早起 预阳 先呼吸 这样啊 我们是吗 请接哥吧 他不会 长长条条 你也 不是 你也不会老 对 雪爷爷长长条条 你也不会老 这道题 花花的接唱是 臭的 腾哥 我看你我做 哇 哇塞 拿着够厉害的 哎呦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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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呀 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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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水不小呢 腾哥 给我了一把死伞 是伞有问题 手有问题 那把可以的吧 打不开 可以 哎呀 腾哥 人得扶老啊 人得扶老 正确答案听一下啊 兜兜手啊 兜兜脚啊 请坐舍呼吸 雪爷爷长长跳跳 我也不会老 花花唱的是你也不老 但我唱的是错的 哎 谁不说 哎 第二首歌 这首歌呢 是这个华语女子团体 H-H-E 唱火的一首歌 这首歌就叫 中国话 完了 我这个词特别多啊 让他们抢 不可能的对 一只鹅 你不觉得这首歌 你会吗 他们让他们抢 越来越过劲 你把最后一句 根本就说 全世界都在说 中国话 什么什么 甲铃强到了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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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笑意的吧 我们 是我的亲亲没错的话 我们 中国话 让世界都认真 都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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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对 还是越来越国际化 是中间段还是后面的 认真听话吧好像是 哪要回去找我妈 把伞打开吧 赶紧的 好 给我最后一遍正确答案是 我们 中国话 让世界都认真 听话 花花给出的这个答案是 花花给出的这个答案是 做好 做好接散的准备 错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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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你怎么还拿眼帽子 对不起 你们看我们四个人的伞 整整齐齐地弹在左边 笑死我了 听一下正确答案 谢谢腾哥 你还有吗 没事 我不用 我唱的是我们中国话 我们说的话和我们中国话 对 请王老师给出下一首歌的提示 下一个题 这个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这首歌1995年上的春节联欢晚会 是在《打工奇遇》这个小品当中 火了的 宫廷玉叶酒 这是二十八 对 萝卜灰碎子 对 萝卜灰碎 宫廷玉叶酒 看 宫廷玉叶酒 这不会 这酒怎么样 听我嘴里吹 你应该会啊 贾琳 吹 我不会 吹 我知道 这我知道 这是个歌 没 二十八 你甚不亏 二十八 三十八 三八五八 下了兔 保重你的小脸啊 怎么 白米透着红啊 红米透着黑 黑 黑不溜胸 啊 紫瓣 紫瓣瓣瓣的 什么色啊 嗨 啊 啊 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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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接唱 她刚才唱哪儿了 紫瓣瓣的 黑不溜秋 白不拉筋 然后 粉兔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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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减肥先俱腿 不是 不是 有没有那句 粉兔瓣瓣透着那个美 粉兔瓣瓣透着那个美 粉兔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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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兔瓣透着那个美 好 不能再改了 不改了 回答 冲 yes 完了 不要焦急 慢慢来 走 在雨中 在雨中 我一想的你 在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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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闻过你 在冲天 我又要你 哎 怎么这么短啊 不给他们多灵一会儿 哼 这雨伞差点扎我眼睛里 哈哈 沙姨那把伞都不要了 没没没抓 不是不要了 是真拿不着 是什么 哎我已经尽力了 不是我这个弹 弹得到这么高 我人都出的伞还没下来 哈哈哈哈 花花咱一会儿再 一会儿再盖 哈哈哈哈 那是啥 粉不露度 粉的露度啊 蓝芭芭的 什么啥啊 溜溜的汉 粉的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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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露度 那露度 那我们说的是什么 你刚才说那露度 哦 行吧 好 接下来请王老师 给出下一首歌的信息提示 呃 在1999年的时候呢 很多人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只顾赚钱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大家忽略了 就是 尝回家看看 哦对 尝回家看看啊 找点时间 找点空闲 尝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这个 这个没有人家 爸爸妈妈说爱这首喜欢 老人不吐儿女为家 做多大贡献啊 一辈子 大老师 答案是 哎 你不是会吗 一辈子不容易 就想玩个团团圆圆 就吐个拼拼 啊 一辈 一辈子不容易 就什么什么 就吐个拼拼 安安 团团圆圆 一辈子不容易 团团圆圆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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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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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伞是个小的 这是个小的 这是个小的 这是个什么 谁在写第二次的 花花就没给伞 甲铃那个伞 别把甲铃的牙交了 最后一题 请问老师给出信息 这首歌的歌名是 《山路十八弯》 1999年上了春节联欢晚会 请听歌 怎么还甩水呢 有花花的 怕什么 这歌不是很熟 这词您熟吗 不熟吧 《山路十八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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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抢他干啥呀 哥 甲铃 甲铃 《山路十八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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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漏的 漏的漏的 漏的漏的 这是谁的伞套这么紧该 我这兜里全水 九连环 这边的队伍真是餐 听一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九连环 关注了古教人的珠宝摊 什么东西啊 珠宝摊 珠宝摊 这个谁能踩到 歌曲题到目前暂时高级段落 领先的是我们的开心马花队 好 接下来请更换队员 这个第二轮啊 接下来我们要考的是春晚的一些知识 我们有朱世茂老师 我主要有乖小童 不不不 他们都问九九年的春晚呀 请听题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三年 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是一届春晚 请注意啊 现在不是唱歌了 这届春晚的第一个镜头 也就是春晚历史上的第一个镜头是谁呢 答案是 抢答了就不能听选项 本来是有选项的 请作答 赵忠祥老师啊 照完谁才转到赵老师那儿去的 想想 当时有四个人 想不想听当时哪四个人 想 想吧 想 当时有 刘晓庆 对 江坤 江坤 倪平 赵明洋 没有倪平 八三年没有倪平 朱哥八三年你在吗 八三年我没在 但是没有倪平 你八三年你也不在 你这说那么热闹干嘛 肯定 答案是什么 赵忠祥老师 回答 正确 还好是把完整的伞 还好是把完整的伞 怎么会给他们一把完整的伞 怎么会给他们一把完整的伞 哥急不及时 太及时了 哎呀我急 急了都 急了都叫我 这把伞伞都够远啊 哈哈哪儿呢 离你三米远 哎呀我天哪 第一个镜头是赵忠祥老师 各位观众 在这欢乐的除夕 可是我刚才说了你们说不是 这不忽悠忽悠您吗 好 接下来请听第二题 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 火了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两次爆幕 这在春晚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是不是那个 那个 那个 牵手观音 我猜 大家先不要着急啊 这个节目换了观众的不少眼泪 他是眼泪 因为他是聋哑人嘛 当时这个节目有一个经典的动作 开屏 这个节目直接告诉你们牵手观音 关键是这个节目开屏的动作 一共有多少是手呢 哈哈哈 往多了才 41 41 哎 竹师傍老师 牵手观音 牵手 因为他的名字就叫牵手 这是您的正确答案吗 开屏的算前面的人吗 算上那两个人呢 不算两只是40 40 40 最后答案是 40吧 40 然后我先准备好抢伞啊 好 所以他们的回答是错误的 42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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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错的 哎呀哎呀哎呀 fark 这两个 打开快 辣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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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老师拿了个什么玩 孟哥 这什么 什么呀 这是酒店拖鞋吗 这个是 雨衣 还是个儿童版的 这比伞好实 这个伞有什么用 不是 这个算了 那前面两个人的手 就是42只 整个造型是多少个手 你们刚才问的是 开屏有多少人 没有这个哪有开屏 这轮最终获胜的是 开心马花儿队 上一轮比赛当中 王牌的同志们表现很好 特别是新生代 小赵啊 小猪啊 还有老一代的 老沈啊 老贾啊 老关啊 老花啊 老花 老花 别的不说 老花是非常称职的 对 老花一直在旁边看 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好 让我们感到很吃惊 但是接下来 这综艺节目 你要有才艺啊 才艺才艺 好 咱们这玩儿 王牌家族 所以我们呢 加上一个人 沈凌知道吗 不太熟不太熟 你们一定要展示出 令人难忘的 你们才艺的那个 好的 好的 你可以从对面 挑个人来帮忙 你选一个吧 选一个来助阵的 选杀一个吧 因为我曾经跟杀一个 一起上过春晚 我们俩一起演过一个小品 是吗 好啊 是吧 好嘞 那我们就转身 去往春晚的现场 来 各位 请 好嘞 亲爱的朋友们 这里是春天联欢晚会的 直播现场 感谢全国各族人民 感谢全世界的中华儿女 感谢电视机前的 全家旺户 感谢你们再次的与我们 相约春晚 喜迎新春 过去的一年是团结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是自豪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是奋进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就让它过去吧 赵老师这意思啊 就是新的一年会更美好 大家好 我是倪平 大家好 我是赵忠强 那这位是谁啊 倪平老师您猜一猜 那我猜不出来 我模仿了我模仿了 大过年的对不住了 董卿老师 我就是很不像您的 董卿 哦 你是种青啊 下面这个节目呢 特别经典 不用说名字 只要咱们四个人摆个姿势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猜得出来 对 来吧 我打头 好不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猜出来了吗 这就是在05年春晚上让大家眼前一亮的舞蹈 牵手观音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关晓彤和舞蹈演员们 带大家一起重温经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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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以后多跟您学习 好 那在这样一个时刻呢 我们也用手中的 全新升级的Vivo X23 来记录一下 这样一个美轮美奂的瞬间 全新幻彩 超大广角 发现更多美 然后这个美的瞬间 永远停留在 所有观众的心目当中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 就是由贾铃和沙翼 给大家带来 由宋丹丹老师的小平 改编的节目 《懒汉相亲》 没错 这节目里预告一下 还有我呢 那你赶紧准备 你看 是 他们都来了 村长说给我介绍对象 马上来我家相亲 看看 我这屋子收拾得还挺立着 请问 这是潘复家吗 是 我就是 怎么样 对我家你还满意不 这种装修风格 显得你家特别的大 就这样 这三把椅子 还有两把是我借的呢 挺好的 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魏苏芬 今年29岁 自尽魏芬 等一下 你这情况 跟村长介绍的不一样啊 村长怎么说 村长怎么说的吗 村长说你 是36岁不是29 是36岁不是29 村长咋这样 你说村长这个人 对不对 娘说 村长的嘴像个大破车 是啥它都往外说 村长还说 你送来个礼物是啥呀 礼物是啥呀 这村长 咱有的说 没的也说呢 那行吧 那你看看这家 你要啥 你就拿一样吧 这个家 那就这个暖水湖了 这个暖湖 我把这个三送给你 你给我送来个三 要它也没有用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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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总监好 总监好 你们俩 是公司新来的艺人吧 那个在公司六年了 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新来的 六年了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呀 总监您不是新来的吗 你来 算了 不伤大雅 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咱们公司啊 接了一个活 甲方说呢 要致敬春晚 这不我们俩就排这么一个 懒汉相亲的节目吗 我们在这上面 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想法很好 谁的想法多一点呢 谁的想法多一点 咱们就不说了 反正以前我做编剧的 总监你觉得改得怎么样 垃圾 所以我就没上手 对 他没上手 他不会打字 他口述的 我执笔 为你干啥呢 哥你干啥呢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作为一个组合 怎么能有矛盾呢 不是啊 总监我们俩没矛盾 我们俩可团结了 对 我们俩很和谐 是啊 那你们在一起搭档多久了 三年 五年 三五年 三五年了 算了 无伤大雅 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才艺啊 有 我们俩有一段双人舞 那双人舞我们俩练了多年了 非常好了 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零儿 把咱们那个双人舞 你的动作好好回忆一下 我没问题啊 好 我回忆一下我的动作啊 一 二 三 音乐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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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停一下 停一下啊 是这样我有一个困惑啊 你说 贾玲你跳得非常好 谢谢总监 那是杀意你跳了吗 总监 这段舞啊主要展现的就是 贾玲对我的诱惑 但是我抵住了诱惑 那你最后跟这喘什么呢 我凭演员的自信 我一口单前气 我一直撑着呢 我没喘气 跳完我才喘 算了 我有信心将你们捧红 接下来呢 我决定亲自对你们的小品进行包装 刚才你们改编的这个东西啊 观众根本不爱看 那怎么办呢 故事得要有张力啊 老百姓喜欢看激烈刺激的剧情 是不是 你们俩之间是什么样的人物关系呢 他是村长给我窃售的对象 以前不认识呗 第一次见面 这样的人物关系就是不行 换一个有矛盾关系的人物 那他换什么关系呢 离了婚的两口子 走一下 走一下 离了婚的两口子 你好 请问这里是潘复同志的家吗 是我家 就别重逢 是你啊 怎么还改名了 以前叫潘穷 穷的叮当相 后来改名叫潘复 我想重新生活 结果失败了吗 我喜欢过这种生活 你还是没变 你没想到 跟你来相亲的人会是我吧 我当然没想到 介绍人说叫魏英洛 哪成想来的叫魏苏芬 停停停 愁人相见 愁人相见 请问这是狗窝窝 这是什么书的声啊 这么刺耳 这是人窝窝 刚才还跟你说起 你好 就你还跟我相亲 我跟你相亲 我没底线了是吗 介绍人说来送我个礼物 你能送我个啥 你能送我个啥 我送你 我送你个大嘴巴子 停停停停 这行不行 因为我现在觉得 问题不是出在人物关系上 出在道具上 是这个 是这个 为什么要送我颜色 这么特别的手机呢 因为 加广告 因为 这是Vivo X23 幻彩新院版 新年新配色 每年Vivo都会给大家传递 新的惊喜 广角拍摄 无尽欢乐 新年新新院 照亮全家补 妹儿 来 哥给你照照一下 好嘞 合作三五年了 三 二 一 咔 Vivo X23 幻彩新院版 拍出来的照片 真的好广角 观众肯定好爱看 但我觉得这小品 不能这么演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觉得 这哪叫小品呢 不干 走 你们以为这是哪儿啊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还想不想火 算了 无上大雅 他们表演得太好了 太到家了 今天的晚会应该说 受到了全球华人的关注 大家纷纷以贺电的形式 给大家拜年 这些贺电凝聚着 全球华人的美好心情 所有炎黄子孙 都盼望着我们祖国 繁荣昌盛 下面请欣赏由华晨宇 为大家演唱的歌曲 我的中国心 恒山只在我梦里 做过几多年为清静 可是不管怎样 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一种虽然存在什么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 我的一切 马上中国影 长江长城 黄山昏河 在我心中 追前进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的氧气 心中的氧气 我心中的氧气 留在心里的血 恐怕被自从化的声音 就算是在他乡 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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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一下张明明老师 谢谢 花花其实是现在这个新一代歌手当中的佼佼者了 你们二位这次合作 您对花花刚才的演唱怎么看 花花 我刚才问她的年龄是多大 她说二十八岁 我突然想起我自己在1984年到了北京的时候也是刚刚二十八岁 所以有缘分 那么花花呢也是我们最近在整个音乐界里面最有希望的一位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首歌 然后对我那时候来说太小了 所以我其实是听不出来这首歌要表达的东西 然后到我长大之后我再来听这首歌就会有一种很激情的感觉 在唱的时候也会让自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情怀来唱这首歌 张老师当时是第一位登上春晚的这个香港的歌手 你当时怎么想的青年来的时候 因为我妈妈是华侨 所以我妈妈说你一定要回中国 因为中国大陆说的就是普通话国语 那么你唱的也是普通话国语 她说你去肯定有希望了 你妈妈很有前瞻心眼光 春晚呢已经办了今年是三十三十六年 我们如果评选春晚经典歌曲的曲目 我认为她至少可以拍在前三 谢谢 林平老师您当时是在电视机前吗 对我距离张明敏是千里之遥 千里之遥 我是在青岛家里看的那年春节晚会 那个时候我们对香港同胞的认识 还是很遥远的 张明敏出了一张嘴 我当时热泪盈眶 主要是这种情怀 家国情怀 留着一样的血 一样的激情 这个时候这种认同感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谢谢 好 谢谢 现在我们的王牌家组啊 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赵中香老师和倪平老师 发布给我们的任务呢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回到现场 回来了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 是致敬春晚啊 台上的各位啊 那都是登上过春晚的舞台的 每个人都有对于春晚独家的记忆 能不能跟我们聊聊 在春晚上发生的有意思的事 我们 我们 你说说去年你如何被逼下来 好残忍啊 让大家开心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每年这个呼声都是最高嘛 不谦虚啊 不谦虚 确实是 确实是 我就最期待腾哥 包括有一年都给男孩来了 后来又给上了 马力也那年 时间不够 后来凑上去 对 凑上一个 因为我跟腾哥一起有三次上春晚 然后每一次都是特别特别紧张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腾哥不计词你知道吗 就特色 特色 你想一想直播呀 服不服那年我是最惊险的 我觉得对于我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啥也没看着 我演一老太子摔倒了 哎呀 我都剥了盖啊 我的胳膊这儿 我的胳膊这儿 什么的 腾哥反转的时候 他在地上要学着我再来一遍 哎呀 我这胳膊这儿 哎呀 我这不连盖啊 等他学完之后就应该是我的台词 我说完他就应该往下接 他还在沉浸在那个里面 根本不说词 我都傻了你知道吗 我说那是我的词啊 然后他才能意识到 然后开始往下接词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啊 谁说算谁的呀 然后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抱头痛哭你知道吗 就是终于演完了 而且还不错 观众没看出来过那些 没看出来 以后估计也不太想和他在 有更多的一些合作 没有都习惯了 他最狠的不记词 我跟你说的最逗的事 我们拍戏 拍的带着我的关系拍腾哥 他面对着我拍他的脸 带着我的右脸 然后我的左脸 我戴了个帽子 这边就沾着台词 最不爱情的就让你说话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再回家 穿在我的脸上 我真用功 对 我自己都抽自己 我着急 我真着急 但我真记不住 拍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 我弹吉他也不会 假弹完了唱歌 那歌词都是 我第一句看这儿 第二句看这儿 第三句看这儿 好吃 第一回参加春晚特别开心 真以为村口大一大舞台呢 所以我化了一个特别浓的妆 很浓的妆 然后我就怕有观众 看不清我的五官 结果放在电视上的时候 果然不认识我了 请问是郭阁长家吗 你是 我是他的新同事 叫小彤 画了两个特别粗的眉毛 沾了特别长的睫毛 大菩萨 然后还画了点发肌线 是才几岁就开始画发肌线 我上春晚的时候 就很乖在后台坐着 然后主要这一点盒饭 挺好吃的好像 其他的这还好 在后台没干别的啊 看出来 唯一期待的就是那里的盒饭了 人以为你是发盒饭吗 你配上他现在这个动作特别像 是的 花花到底多大了 这么老派 我是第一次比较小 第一次是1988年 和我爷爷程宝华先生上的春晚 然后是表演了一个向上小段 您说了出来给我买好吃的 说话不算话还爷爷呢 第二次是和蔡明老师 对 然后第三次就是13年轮我们撒一眼那贴起案告那种 你有1米8吗 我 1米吧 我和远还有王宁我们撒那年 因为其他的那几届有腾哥帮我们顶压力 明明是你们替他分担压力 那就是他替你们顶着 哥可能就词上压力大了 其他的 其他的 别的也没什么了 还剩下什么 那年我们仨就住一个影人之家的标尖 我们还为了排列把那床都挪开了 特别困 因为就一晚上时间了 我们就说那咱们三个人轮流写吧 然后写到最后早上起来都已经不冷静了 那本写全都是什么 去你的吧 我还不管呢 什么玩意去你的吧 我第一次参加春晚 我和我爱人胡可 我们俩是开场的第一首歌 本来想着三十应该没什么车了 也没什么人了 然后我们其实还提前了 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吧 就从家里出来了 没成想 到了华茂 长安街上整个车就堵住了 堵住了 然后我们俩就从华茂开始坐地铁 那个地铁在央视还没有站 我们俩得到那个 军博 军博 然后从军博跑到中央台 然后他穿着高跟鞋 你知道吧 我也穿着紧身西装 你知道吧 腿也卖不了太大 然后两个人就这样跑到了春晚 到了之后他连补装修装的时间都没有 我就马上就要进场了 春晚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地铁上没人跟你聊天 赶春晚呢 所有人也是惊讶的 这怎么回事 说师傅以为拍真人秀了 说三十要拍真人秀 是 大老师有什么难忘的事 我觉得最开始春晚找我的时候 我以为是诈骗 因为首先我觉得我这个样子不够不出标准 因为那年缺一个特别开心的歌 然后我就去了 就这个丢 被耍 演出之后又充满了崇敬 又特别爽 然后又特别开心 当时对于我来说 那就是梦一场 很美好的一个梦 那当然 同一年那个春节晚会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那个吃面条 差一点就没上去 三十晚上那天下午 才决定上和不上 为什么这个节目差一点没上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饰演的时候 一怒呢 所有的人笑得很厉害 说 说词 说词 怎么 还有一词 周明英当时笑得就啪在地下 当时看的人都傻了 说春节晚会 让人家这么笑 行不行 说行不行 这是一个晚会 能这么笑吗 所有人都不敢决定 后来黄一鹤导演就说 没事 这个节目 我顶着 上 有任何的错误 找我 后来黄一鹤问 你们这个节目叫什么呀 说你们这叫话剧吗 不是 咱们最在那是话剧呢 也不是舞蹈 也不是相声 你们叫什么呀 我配思说 这个节目叫小品 从此在春节晚会上 就一系列的 非常好看的小品就产生了 以前没有小品的词啊 这是第一个春晚的 原类的小品就是这个 其实在舞台上和春晚关系最多的就是赵老师和你老师二位了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啊 为二位老师准备了一点小道具 你们一定特别眼熟 在哪 在背后 来我们看一看是什么 历年的衣服 哇酷 这是二位老师的主持服 对我和赵老师的啊 那个黄色的我记着那个特别巧 啊这个黄的是我第一年春节晚会穿的 哎呀你们真是费心思了啊 他们真有心 特有心 哎呀赵老师那身西装我都记得特清楚 还有那个红色的那林老师那衣服 九七年的春风给这古老的史书掀开了新的一页 九七年的春风吹绿了中华沃土 吹热了中华儿女的心 中山庄是1983年那个春晚开头 各位观众 在这欢乐的除夕 中央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 祝您合家幸福 万事如意春节愉快 然后最后的那身衣服应该是两位老师 在1999年时候合作的那身 主持服吧 哇好看 对对 这是二位老师在春晚舞台上最后一次合作主持 对吧 对对对 我这套衣服是刚刚生完孩子 然后1999年上的春晚 就那时候也特别胖 袖子都裹着 而且我听说您当时上春晚时候的心情 其实是极度复杂的一个状态 不能提不能提 我那个时候不想上春晚不是因为胖 是因为我儿子满月的时候去查出来说眼睛有问题 查出了孩子的眼睛有问题 然后就说你一会儿没事啊你这不胖啊 我说都胖的不行了 我不想跟他们说孩子 后来他们非得让我去 我心想我哪有心思上春晚啊 最后 铁民一番话 说黎平 你都在这个舞台上战斗了十几年了 我们对你太熟悉了 你一上去吧 因为他是直播 我们就放心 后来我跟他说我 我说我知道 我一直都是一个战士 我没有打过败仗 如果这次组织相议 一定需要我的话 我说我克服困难 上了这就是说梦中情人那集 回到家里以后 我抱着孩子哭了半夜 这种哭是说 我完成了组织上 交给我的任务 那时候赵老师也不知道 我当时不知道 而且我就没有发现 泥萍心里有隐隐的疼痛 一如既往的我们在春晚的舞台上 就是用最张扬的那样一种笑容 用最诚挚的一种情感 最饱满的热情 为大家去服务 你知道赵老师 化妆之前吧 小湘玉他们那个孩子们 那年是打那个鼓 然后王伟念带着孩子们说 孩子们知道你生了小弟弟了 要给孩子送红包 就扎着心是吗 就是扎心 我拿着红包吧 我心里想 哎呀不知道 泥萍阿姨现在心里上 多么难受 但是我也接下了 我希望孩子们的祝福 让我儿子没有问题 泥萍 真的不知道 抱抱抱抱抱抱抱 哎呀 我是一个月 一个月我就不知道 所以那年的春晚 对于二位老师来说 意义非凡 而接下来呢 也有一位 当年和二位老师 共同在一条战线上 奋斗过的老朋友 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接下来呢 也有一位 当年和二位老师 共同在一条战线上 奋斗过的老朋友 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拉一位 让我们有请 刘铁明老师 也在我们的身后 铁明 刚才我也听到了 这个泥萍呢 实际上在99年的春节晚会 他是心里含着焦虑 含着痛苦去参加的 但这件事情 我一直不知道 而且在这春节晚会 以后的20多年 也一起做过节目 都没有谈过孩子 他这个那个时的困境 回想到那个时候 20年之前啊 林平在舞台上的表现 至今我有两个镜头 记忆非常清楚 一个就是 今天 昨天 明天 那个小品 他们俩啊 当时那个开心的那个笑 我一点没看出来 你一瓶心里会带着那么焦虑 那么难过的心情 第二个镜头呢 就是12点钟挑钟的时候 他那个脸子 跟孩子们一起笑 开了花的幸福感 我印象非常深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他是含着什么样的心情 那么笑着 敲了这个世纪之钟 但是呢 表现出来的那种幸福 传给了广大电视观众 所以想到这些呢 我一直心里非常内疚 真是 林平啊 各位来宾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给大家拜年了 春节好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 拜年了 祝大家 和家欢乐 万事如意 春晚的记忆 就像一幅画卷 承载了无数中国观众的 欢声笑语 也承载了无数春晚人的 青春与汗水 无论是舞台上 尽心表演的春晚人 还是舞台背后 精心准备的春晚人 我们见证了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活力 他们用无数个 不能回家团聚的夜晚 换来了我们的欢声笑语 往里往哪 滚一边 大家到底怎么漂亮 你看 坐会儿 一针春晚 一生春晚 致敬我们 可爱的春晚人 一晃远 半春晚 已经近四十年了 现在回想起来 自己 在春晚的幕后 忙忙碌碌的那些日子 我的心情 还是 那么激动 现在 我老了 好在江山 带有 才人出 我们有一代 又一代的年轻电视人 他们会继续努力 会为广大观众 现出越来越好 那在这样一个时刻 我们请我们的王牌先生 用我们全新升级的 VIVO X23 和我们来一张 新春的大合影 全息换彩 超大广角 发现更多美 大老师 我问您一个问题 您最喜欢的俄罗斯的三个演员 演员的名字是什么 最喜欢的男演员是谁 回你的胸口 这是上来 葵花宝典 讨厌 不怪您 讨厌 不怪您 这人简直是不堪一击 本集王牌 也即将起立公益项目 家乡味道 王牌送到 积极详应精准扶皮 让乡亲们的产产品 走出乡村 到你身边 关注王牌成员的个人微博 节目花式惩罚 即将解锁 不可错过 欢迎登陆蓝天下观望 中国蓝天下观望 中国蓝天下观望 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感谢首席娱乐门户合作 新浪娱乐 网易新浪客户端 拿着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下载新浪新闻客户端 进入浙江卫视超级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上天天批图APP 玩王牌对王牌 同款变脸 本节目音频内容信息 网络传播权 由腾讯音乐 给我师妹 互相一看许过腾啊 独家向右 海王 冰箱 北城的红包 我心里同 挖两挖两的 我们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呢 有一部电影上映 叫什么 飞驰人生 这一招一拾 一拳一腿 都是要靠自己 磨练出来的 天下武林的王牌之争 才刚刚